各位觀眾 你們好 我是李文漢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就來到柵欄阿羅 你知道嗎 柵欄阿羅是整個PL最長的美食街 它大概是有500米那麼長 這個地方是吸引很多外國的遊客 說你不知 以前這裏是一個紅燈區 話說我都已經40年沒有回來這裏了 記得以前來國泰院看電影 看完電影之後 我就肯走來柵欄阿羅 餵食街 吃了宵夜 自回家 說到戲院 它真是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 可惜現在上網什麼都可以看得到 尤其是色情 搞到現在都不流行進戲院看電影 不怕實例說 97年就是我最後一次在戲院看電影 記得那套片就是 Jennifer Lopez 的《Anaconda》 我剛剛的電影院就是 是美人座後面的劇場 遺憾的是 不久他們都關門大吉了 記得在50年代 我爺爺帶我們幾個兄弟姊妹一起看戲 我們第一部影片就是 《Charlton Heston》的《Man Hurt》 虽然我们一点都不明白那部片是说什么 但是都坐垫垫看到很开心 事关爷爷有买很多零食 塞住我们八口了嘛 到了六十年代我会自己去看戏 一般都是用四毫子买一张二号位的票 带着我的弟弟坐一个位 那时候我的偶像是谢元和嘉宁 当我十五岁的时候 我就学到很远 买包《Lucky Strike》 找几个同学在戏院学人吃烟 那都没算 周末就请个女同学看戏 好笑的是我根本不是来看戏 而是来博猛 我这么说 戏院是陪伴我们走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其实电影是带给我很多信息 连我的老师或是Dexbook都没有教到我的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第一间戏院是围于Badour Road的Colizium Theatre 它就在1928年成立的 接着就Campbell Road的Orient戏院 Brickfields的泥都戏院 和自厂街的泥平戏院等等 遗憾的就是 这些传统的独立戏院都已经淘汰了 现在的戏院是叫做Cineplex 他们一般都是围于超级市场 惨得我 我到现在 都没入过一间Cineplex看戏 我觉得现在的Cineplex戏院是吸引年轻的一代 你知道吗 马来亚第一套本地拍的电影就是 Lella Machinom 它是由一间印度的影业公司制造的 因为这套片是很受欢迎 那在1927年 两兄弟 邵仁梅和邵逸夫 就从上海带了一些摄影工具 入马来亚 你没听错 它就是鼎鼎大型的香港邵市影业公司 其实这两兄弟 不但为我们的电影行业领先优势 他们在马来西亚都成立了很多间戏院 在1939年 他们已经拥有139间戏院 包括新加坡第一间冷气的戏院 位于Beech Road 他们就在新加坡开始拍马来片 因为那时候 马来片是非常受欢迎 无意中 邵使就拍了160部马来片 很多都是Piramli自导自演的 从1940年至1960年 可说是马来电影的黄金时期 在1957年 邵逸夫就走去香港的浅水湾 开始全世界最大的电影城 少人梅就留在新加坡 照顾马来雅的市场 开头他们是拍黑白的粤语片 举例流年飘香 主演是林峰和龙江等等 之后 邵使就发展彩色的华语片 用了很多结出的导演 举例李汉祥 胡金泉和张切等等 武俠片和功夫片的潮流 就这样开始了 自从彩色电视开始之后 邵逝都改方向 在1967年 他们就投资入TVB 香港第一个免费港购电台 梅逸中 TVB就成为全世界制造 最多电视剧的公司 很多大名都是这里诞生的 举例周荣发 刘德华 梁朝伟 梅艳芳 和张曼玉等等 可惜现在的世界都变了 有了Internet 我们都很少看电视 几乎没有进戏院 反而整个世界是看Facebook TikTok和YouTube 都好的 如果没有他们 你们又怎样认识我呢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 就给个like 分享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吧 多谢你 现在排名无分先后 我们来扎南亚咯 尋找最正的美食啦 话说我的大扣从澳洲回来度假 都有一个月 虽然我有陪他四周围吃东西 但就没带他吃榴莲 本来我想和他过去S.S.S.T.O. 但是Danny说 不如带他来 宅南亚咯更好 这里不但有很多榴莲当 他还有很多食物 而且都很方便 可以坐MRT直直到宅南亚咯的门口 哇想不到 我四十年没回来 这里真的去改变了 不是夸张 我相信这条围食街 还愿闹过槟城的Gurney Drive 不像Gurney Drive的围食当 这里的美食 都是给几间大的餐厅坐镇 多数都用了四个单位以上的 最受欢迎就是明基和王阿华 这里的而且确是个游客地方 这么巧 让我遇到我三个外国的粉丝 他是从新加坡、香港和英国来的 第一样东西 我要带我大口吃榴莲 真是想不到 我来到这栋榴莲 就认得他们的当主 Sukinang龍先生 八十年代他已经在这里摆栋 他们的猫山王都很便宜 从二十六元一公斤开始 我问当主 这些二十六元一公斤的猫山王 是不是很差呢 他说基本上 马来西亚 是没有差的猫山王的 只是老鼠 说是尺寸小一点 味道一样那么正 他说你不信 开一个来试一下 他说得一点都没错 这个猫山王不但好吃 他朋友大苦 没得顶 自从我发现石榴莲 在一个抗氧化剂之后 如果看到有人提供这个果汁 我就一定帮顺 刚巧在这个街口 有一档鲜榨石榴莲 是不是起到这么离谱 一杯果汁冰是起到接近四价 鸡饭是十价 福建炒一个位是十六价 还有这个石榴汁是二十价 真是荒谬 这枝石榴汁 比我在延迈 广州和曼谷喝的那些 Danny说 这么贵 真是赚死他们了 没办法了 谁叫我没看好价钱就喝 原来这里有提供炸料 例如炸虫不得 炸魷鱼 炸鸡 炸鱼皮 和这个最可爱的 扭旋炸薯仔 希望这里的炸料 不像石榴那些 好看不好吃 反而我比这个员工的发型 吸引多些 我就叫炸鱼皮 和炸鸡皮 拿来咬一下 这个炸鱼皮 都很香脆 又香口 不过都挺贵 平均来说 这里的炸料 是贵过把鱼鱼有两成 我有说过 我是很喜欢吃芒果糯米饭 每次去到泰国 都肯定是没走路 相信 你们都知道 泰国的糯米 是最纯正的了 想不到在这条街 都有集中好几档芒果糯米饭 说你都不相信 我在泰国吃过这么多 芒果糯米饭 都没有吃过 冷家的糯米饭 反而在扎兰阿罗 又提供这个口味 吃过这个冷家的口味 觉得 它没有芒果那么入味 但是它的糯米 都很软熟 好几档芒果糯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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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品牌 它们都有接近四十年历史 这位店主 Madam Wong 说 他们是做烧鸡翼起家 从两间铺位 增加到六间铺位 我问店主 他和 扎兰的阿罗 烧鸡翼有没有关系 原本这个品牌 是阿罗开始的 后来做了没多久 就交了给 Madam Wong的大佬 那Madam Wong接手之后 就用回他的名字 不过在前面加的王 这个烧鸡翼和 扎兰的阿罗 都一样那么好吃 反而Danny觉得 这里更好吃 不是夸张 Madam Wong是有请六十几个员工 只是伙头都有十二个 每一个师傅都做到踢了脚 这里的员工每一个都做很久 就好像这位Captain阿丽 他们做了二十年了 我问他 这里什么最好吃 但是都是多疑问 吃完他这么说 什么都好吃 但是他坦白跟我说 如果你想吃饱一点 吃这里特别有锅气的炒粉 这个仕头仔Danny 真是合作 让我进去厨房拍摄 他的师傅工作 我看见他的炒粉 未吃都知道很有锅气 果然味道一流 我走去后面 闻到很香的沙爹 我看见那些沙爹是特别大 那就叫十寸 刚好 我们这张桌 每一个都吃牛肉和羊肉 吃一块鸡肉沙爹是最脏 不知为什么 腌来腌去都不入味 吃沙爹一定是要滚热 一凉了就吃不到肉的质体 他们的酱都不错 可惜就减少一点比不够 来这里吃饭就好像一间大的food court 佳恩 他有提供很多街堂美食 一般个别店是很难找得到的 这里都有他的好处 无论是吃什么 都是落了一张单 幸好这里也有提供我 很久没吃过的鱿鱼汉菜 这个美食是一个样的料理 除了星马 帝尔道是很难吃得到的 我们就顺便叫 碟金香拿拿 和咸蛋鱿鱼 我不是赞他们 这里每样东西都这么好吃 而且价钱一点都不贵 加上一支黑狗碑总共是120元而已 Danny叫我走来马拉部分的喂食街 家因他的儿子 建议他来这里介绍一档汉堡包 我们看来看去 只是见到一档Rumley Burger那么大把 本来我想采访他们 但是就没信心 如果一个顾客都没有 那我们就走来一点 来到Dongshin Road的路口 见到这间 我的旧朋友说 他是世界上最好服务的按摩院 可惜现在他们都没有营业了 在正前面 就是这档我以前周时来干顾的牛记 这档牛肉粉都有五十多年历史 以前这里的老板 是帮仲记做随私 挖得这里的牛肉粉 都一样那么好吃 据称 因为钱银的关系 就交了一盘生意给他的外生 这些员工都是和他的外生打工 至于那位八十多岁的元档主 偶尝都有来巡客 没有吃了牛记有三十五年 想到他的水平还有保持 说你都不信 这碗牛杂 只是十一购而已 在九十年底 当我还在Lubinette工作 我时不时都来这条街吃下午 不是来吃明基叉烧 齐那两兄弟的鱼蛋粉 反而我很少来这里吃晚餐 Danny说 既然来到牛鸡了 都不差在过对面行 采访这档炒粉 这位档主邓先生 是第二代接班人 现在这里都坐满人 整一张桌子 那我就问档主要等多久 他说不需要等很久 如果你是爱福见面 可惜我吃到一半 他突然间改变主意 叫我没有采访他 因为以前有人采访过他 生意好到应付不来 没办法 就当我没有吃过 没错地铁回去之前 想找些甜品吃一下 让我看到这档椰子雪糕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甜品 就是在窄到窄 这条街最少都有三档椰子雪糕 不过我也是光顾这一档 因为有两个泰国妹 但是看真的 原来是印泥妹 除了椰子雪糕 他们也要提供这个火烧马蜜 其实这个椰子雪糕 只是用椰子壳 反而雪糕是用vanilla 和爆酥 不像窄到窄 他们是用真的椰子雪糕 不过这里 是有加多些调味品 它的确是很好吃 一流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半 看来这里越夜越多人 可惜我都没采访到这里的海鲜餐厅 这条街都挺可爱 左边的店铺一般都是海鲜楼 他们的海鲜看起来都挺新鲜 价钱都不会贵 举例 这三只大虾 价钱是110价 不知道有包括煮了没有呢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吃 反而想湿下的口 刚刚就让我看见这档饮料 虽然他们是有提供珍珠奶茶 但是他们的水果饮料是吸引到我 我就叫这位员工 随便介绍一个口味给我 哇 这个口味是很清凉 水果都很新鲜 一点都不会太甜 没得顶